我最喜歡的應該是這個吧 綠色這個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看不出來對不對 不跟你們說 就是這樣子 哈囉 GQ 我是Sky 這是我刺青的故事 我第一個刺青在後面 這個是我第一個刺青 20初歲我忘記幾歲了 那時候就很想刺青 然後我就去刺 因為以前網路沒那麼發達 所以沒有辦法找圖 然後就翻一個那個雜誌 有一個樂團人 他背後吃個好酷喔 我想說我今天生著 我就是要去刺 就隨便翻一個圖就給他刺了 他刺完了晚上就慶生嘛 喝酒直接喝到爆掉 然後整個噴雪 回家也不知道幹嘛 整個床都是雪這樣子 出來全部退色 刺青絲因為跟我聊天聊得太high 原本是藍紅藍紅藍紅 不知道怎麼樣拼錯 變成藍藍紅紅這樣子 所以兩邊不一樣 就很想揍刺青絲啊 但我一下就忘了 就想說好像也沒差 反正在後面也沒事了 一開始刺青的時候 都想要有一些意義嘛對不對 對 想說自己以為也很愛家 吃一個愛家的形象 然後就吃一個媽媽跟爸爸的名字 那時候我去查網路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這個燕子 為什麼很多墨西哥人啊 或什麼美國的 他們吃燕子在市場代表他很愛家 然後我查到這個 愛家是好像很正面的形象 然後就會掉一個 不知道是捲軸還是什麼的東西 那我想把裡面的捲軸 改成我爸爸的 跟媽媽最後一個字的名字這樣子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一年就想要刺一個琴 把今年我覺得 比較值得我紀念的事情 就把它刺出來 就是單純想刺青啦 印給自己一個理由這樣子 因為我以前做流行做服裝嘛 那時候就覺得流行做服裝 其實就好像有刺青很酷 小時候啦 不做服裝以後 我就覺得那我不要刺了 最後應該就是這個吧 那一年我自己改變很多 我對那個滑板的想法 所以我把那時候 我在用那個滑板的側邊 直接把它刺在上面 它是有一個彎度的 不是兩條線 它是七條線 所以它是滑板那個七層蜂墓 在這個角上 我每年都刺一個 除了這個我多刺了 就是我以前養了一隻狗 我們都會去一個早餐店吃早餐 然後那個早餐店 老闆跟我們熟 他就會給我狗一起吃早餐 突然就有一隻 一樣的鬥牛犬過來 跟我的狗一起吃 結果我的狗就把他狗的耳朵咬掉 一咬掉就哇太酷了吧 我就試了一個 我的狗咬掉他耳朵的照片 我自己有一群homie 我們一起衝浪的 我們叫做 有黑衝浪帥哥 我們給我們自己一個團名 那一年我們就覺得 太酷了 我們太帥了 我們一定要互相刺一個青 我們用抽籤的 我們抽到誰 誰就幫對方享樂刺青 但是你也不知道他要把你刺什麼 我們就直接到那邊去 到那邊現場 也不知道要刺什麼 也不能看 位置什麼都是對方挑 我抽到的人算是很Peace 這是一個小綁蒜 然後兩顆滑板 又有輪子 然後又有的美的 我幫別人刺就是 刺一個馬桶跟大便 所以那個人身上 就一個馬桶跟大便 我老婆叫小喵 那我就翻了一個 就是一些刺青雜誌 翻了一隻貓 這隻貓看起來很邪惡很壞 很像我老婆 就把他吃上去 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 他就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剛才有說什麼 愛麗絲夢遊仙境 隨便讓他跟他講 因為我本來就沒什麼意義 所以他就也覺得 你這個阿呆亂吃你的東西 大概這樣而已 知道我對你多好了吧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 這個吧 綠色 這個看得出來是什麼嗎 看不出來對不對 不跟你們說 就這樣子 哈哈哈哈 這個是我跟我老婆去度蜜月那一年 我們度蜜月去阿姆斯特丹 那時候第一次去他們那個咖啡廳 他們咖啡廳上面有擺像棒棒糖的 插超級多joint 結果後來發現他那打開 就像棒棒糖一樣 裡面就是一隻大麻 然後他就長大就這樣子 所以就吃一個這樣 但是一般人看不太出來啦 他問我說你吃什麼 我就說 欸這個我吃的是一個絲瓜 我那時候結婚就是穿了一套紙條西裝 那那一年我的狗狗死掉了 我又很想進去見我狗狗 所以我就把他穿西裝的人 換成我狗狗的臉 但我老婆應該蠻不喜歡這件事 結婚結婚好好吃一個嘛 結果我就吃一個狗臉 我女兒叫做阿鵝 不是因為我想要兒子 她的鵝是那個動物那個鵝 因為牠生出來 牠就是打嗝 我聽到牠聲音這樣 我突然就叫牠阿鵝 所以我就吃了一個鵝在這裡這樣子 我平常跟女兒相處就是 她是女王我是仆人 仆人就是服侍女王 這樣我跟她講話不太理我 其實我老婆後來就學我啊 我開始吃這邊的時候 我們結婚以後 我老婆就開始學我 我女兒我吃一個這個的時候 我老婆有吃一個類似這樣子 也是線條 但因為後來我就沒有太刺激了 我老婆也不吃 所以她手上就有兩個很奇怪 像我這樣子的東西在身上 吃過最痛的刺青 其實我身上還好欸 我都沒有覺得哪有很痛 很痛的地方是這種胸口啊 或這個地方啊 或什麼小腿啊 我全部逼掉啊 對我也不敢吃很痛 但我很想吃胸啊 我很想挑戰他們說 那個最痛的地方 胸啊跟這裡 我很多朋友他們吃肚子 我覺得很酷 這些很痛的地方 我蠻想試試看的 現在越老越怕痛 我考慮一些 年輕的時候也怕 但現在更怕 腳踏可以20小時下午吃 我就很想要 成為一個最胸這樣 就是脖子整個身體 全部都刺滿 全部 然後包括那個臉啊 眼球啊這樣子 其實我到後面 後期就只有刺線條 我很喜歡那個線條港 我反而沒有那麼喜歡 那種美式圖滿的感覺 然後我有看到一條那種 中國龍 然後它就是 只有紅色的線條 一整隻龍 很大一隻 我很想要把它這樣 繞在這裡這樣子 可是我問我媽 我媽說不要再給我刺 所以我就算了 小時候想刺青 就真的想耍帥啊 然後很多人就叫我說 欸你這刺青什麼意義 其實我有就是好玩好笑 我自己很想刺 下來就是這樣 想刺就刺啊 不想刺就不要刺啊 害怕痛就不要刺 刺青還是蠻痛的 塗麻藥嗎 對 也是可以啦